位置在樂庫,前面是樂庫廣場 A區 剛才影漏了這個位置 Food Square 樂庫街市在這裏 有一間 Oyster Station 是門口的 好了,進去吧 原來有個水牌剛才也是影漏了 先拍攝吧 A區和B區有很多食物 好了,進去吧 到底這個街市是大型還是小型的呢? 我猜應該會比較大型 不過目測好像不像 跟其他街市一樣,應該是熟食吧 先拍攝這邊,老美大王 點鐘王,包店專家 賣凍肉的 碎興樓 AP Mart 賣海味的 銀河廚房 有間賣做蛋糕用品 有間印尼店 老頭 這裏去了橫頭嵌中道 先看一看 這個街市好像有些材料到 一點都不小 想想看 這麼多間店 看看這裏去了哪裏 應該是樂富村中間的內街 順便看看柳景 留意到另外那裏還有一個出入口 別管它了 大池記 另一間賣海味的 留意到有新鮮牛肉 紅記蕭腩 這裏是菜蕩 一般來說 我都只是特別留意食肆 而是兩邊這樣拍攝 待會我都會只是走一邊 不會走另一邊 青辣椒,泰式小食 剛才拍攝的攝影角度 這裏有點羊 現在拔了充電 繼續拍攝 這個 街市都算漂亮 瀟灑一族 香港的食品 賣菜 海味 這麼多間海味 沙律即賣菜 賣凍海鮮 蔬果 魚鎮型 這邊又有另一個出入口 樂富街市 有間賣花的 賣? 水果 威靈糕 香港仔魚蛋黃 Ocean 3 賣凍肉幹海鮮 汗昌海鮮,哇,這間餐廳好美哦! 很多龍蝦的那些 優質食材 還有肉 有雞的 魚蛋 蔬菜 還有一間賣蛋賣豆製品 另一間賣海鮮 我覺得自己有一點暖走 又有另一間外海鮮很厲害 剛才路過一間賣豬肉 又有另一間外海鮮很厲害 好,是剛才那邊出入口的另一邊 即是這裡 離遠,剛才也很忙 繼續,樂富街市 沒有布時,4時20分 2023年10月10日 這裡有兩間賣豬 兩間賣魚 賣魚 賣雞的 賣新鮮雞的 不過我不知是否積湯呢 因為我見不到活雞 又有賣豬,賣魚 好多賣海鮮 這裡有很多賣海鮮 這個街市有些好處 真的有很多海鮮 前面的圈都走過了 嗯 怎麼走呢 很複雜 這邊 這段比較多人 這邊有個 有銀彈游oo 有江山晴王 這邊走過了 刚才的烧尾原来这么大间 荣华鸡磨鸭 这个是活鸡鹅的 这个街市应有尽有 这个街市 加牛肉 又有另一间买猪和牛 这间买猪的 刚才后面买猪 这间买猪鸡的 不过关门了 这里走过的 但刚才还有两条巷还没走 那就再走一次 好多鱼 因为现在买猪 我以为现在买猪 我以为现在买猪 这边都走光了 那边还有一条巷还没走 我也想說回,可能大家會覺得,為什麼你經常都看看有沒有牛豬雞呀,什麼菜呀 逐樣東西看,其實是因為千萬不要以為所有的街市都有這些東西賣的 其實現在有很多街市都是沒有活雞賣的,也有很多街市只有新鮮豬肉而沒有新鮮牛肉賣的 這個街市來說應該是,可以說是什麼都有 你說貴的海鮮,即名貴海鮮,水果,新鮮豬,雞,牛,全部都有 你看到江山晴王是180元一抽的 不算是特別便宜,但是它的尺寸不是特別小粒 所以都看來都是一個可以入手的價錢 好了,應該拍完了 這條巷剛才沒有走過 還是走過後不記得呢? 還是走過後不記得呢? 哇,明顯很多人 這條巷鮮豬肉賣的價錢是12元一斤,2斤20元 其他人還未看到,想看看菜心 有不同的菜心 有些是15元一斤,現在是18元一斤 這條巷鮮豬肉賣的價錢是12元一斤 生菜10元一斤 菜心15元一斤 就是這一間賣高級的水果 好了,拍完了,出去了 這間餐廳,豬手的樣子好像幾正 很厲害 好,馬上出去了 洛富这个街市真是应有尽有 有了所有所需要的食品 海鲜、牛鸡猪、冻肉、豆饼、鸡蛋 蔬果、高级的、便宜的都有 不过目测价钱就不算特别便宜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致命的地方 好了,这个就是洛富街市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 多谢大家收看,拜拜